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好几个网友千呼万唤的绿联的新品 能量派130瓦 移动电源来了 这个咱们收到货就开始拍摄 充电宝这个产品最费时间的 就是五次充放电循环 再加上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四五个产品 在同时拍摄 为了视频质量 咱们不能马马虎虎的做测试 数据尽量真实可靠 有时候采集不对又要重新来 谢谢大家等待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点赞关注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个绿联130瓦的 能量派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包装盒 黑色的主色调 这里是绿联的标识 3C认证的标识 PD100瓦单口输出 快充笔记本支持Markbook全系列 带智能速显功能 然后可以上飞机安心充电 能量派2万毫安130瓦 大功率快充移动电源 这是130瓦的标识 背面的话就是它的规格参数 条码信息 然后底下是认证信息 抽屉式的包装盒 打开外包装 内部的包装上面也有图案 这里是一个充电宝的概念图片 充电之旅由此开启 这边配件盒 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产品的保修卡一份 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 附赠了一个充电宝的收纳包 附赠了一根100瓦的充电线 50公分长的 我们从环保袋子里面 拿出充电宝本体 这就是绿联130瓦的 能量派的充电宝 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非常成熟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重量 充电宝连包装盒 连数据线一起 611克 充电宝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474克 单充电宝 459.5克 也就是460克了 数据线的重量 15克 充电宝的宽度 54.3毫米 厚度 51.5毫米 高度的话是 131毫米 这根数据线的话 是一个短线 非标准的线 咱们这一期视频 不测试它 撕开这个充电宝的保护膜 整个充电宝 就是一个 深空灰色的配色 底部的颜色 为黑色的塑料 这上面充电口部分 也是黑色的 还有文字标在上面 整体看起来 非常的高级 正面 绿连的标识 侧面 130瓦 20000毫安的标识 这一面侧面 就是功能按键的标识 这里是功能按键 充电宝的底部 这里有两个防滑条 放在桌面上 防滑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充电宝的开机界面 还有45%的电量 充电宝背面的话 20,000毫安 130瓦大功率快充移动电源 型号是PB721 这边规格信息 USB-C输入端 65瓦最高功率 C1口输出 最高功率100瓦 C2口输出 最高功率30瓦 USB-A口输出 最高功率12伏1.5瓦 多口同时输出 最高功率130瓦 电信的容量是 20,000毫安 锂离子电池额定能量72瓦时 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值 我们后面5次循环的话 要用到这一个能量值 额定容量11,000毫安 可循环锂电池的标识 3C认证的标识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循环5年 请勿靠近火源 请不要扔下垃圾桶 这是充电宝的三个充电口 Type-C1口 内部舌片为紫色 输出100瓦 输入65瓦 这个是Type-C2口 最高功率30瓦 一个单输出口 USB-A口也是单输出口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5次充放电循环 现在这个充电宝的电 已经被我们放完了 我们就进入第一次充电 第一次充电 我们用这个65瓦的充电器 来给它充电 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时间 采集数据的话 还是老规矩 用这个设备 我们来进行采集 咱们这第一次充电 已经充满了 充电时间两个小时 充进去电量 77.95瓦时 充满以后 我们第一次放电的话 就用100瓦的功率 给大家放电 我们看看 这个100瓦的功率 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持续放电的功率 是97瓦 这边也是97瓦 总放电时间 56分钟时间 放出电量 63.2瓦时 我们放电 都是做了记录的 100瓦的功率 放了20分钟 它就关机了 然后还剩45%的电量 我们接着用一用100瓦的功率 又放了大概4分钟时间 又关机了 还剩36%的电 这个36%的电 我们就是用45瓦的功率 把它放完的 第二次充电 我们用绿联的 140瓦的充电器 给它充电 看能不能时间快一点 第二次充电 电已经充满了 充进去电量 77.2瓦时 充电时间 两小时 20分钟的样子 这个140瓦的充电器 跟65瓦充电器 它的充电速度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充电宝 只能接收65瓦的充电输入 咱们这一次放电 又放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放出多少电量 第二次放电 放出60.5瓦时的电量 放电时间是53分钟 我们这里也是做了记录的 80瓦的功率 放到41分钟关机 然后剩余7%的电量 是用9V3A 27瓦的功率放的电 我们第三次充电 用这个绿联的160瓦的充电器 来给它充电 咱们这第三次充电 又已经充满了 充电时间 两小时零四分钟 充进去电量 77.6瓦时 咱们这一次放电 就全程用65瓦的功率 来进行放电 我们看看显示屏 显示的是65.6瓦 然后这一边的话 显示的也是65瓦 这一次放电 放出电量65.7瓦时 放电时间的话 一小时零九分钟 这一次我们也做了一个记录 65瓦的功率放电 放了53分钟关机 然后我们再看 还有9%的电量 后面的话 就是用27瓦的功率 把它放完的 这个充电宝的第四次充电 我们来看一下 充进去电量77.2瓦时 充电时间2小时零九分钟 它的第四次放电的话 我们还是继续用 65瓦的功率来放电 这个充电宝第四次放电 放出电量59.4瓦时 总放电时间56分钟 65瓦的功率放了53分钟 然后剩余2%的电量 后面的电量我们还是用27瓦的功率把它放完的 这是这个充电宝的第五次充电 充进去电量77.5瓦时 最后一次放电的话 我们用30瓦的功率进行长时间放电 这个充电宝的第五次放电 总放电时间2小时19分钟 我们全程用的30瓦的功率放了电 放出电量65.9瓦时 这个绿联的130瓦充电宝 经过我们五次实际的充电放电来看 它这五次平均的实际转换效率 可以达到81.2% 我做成了一张图表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截图 根据我们实际放出的能量 按照官方的额定能量值72瓦时来换算 这个充电宝的转换效率 可以达到87.6% 我也做了一张图出来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充电宝已经充到35%的电了 我们把它充满 进入实际充电的测试 这一次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现在就是看这个一个满电的情况 可以充几部手机 充手机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充电口 它的协议的情况 这是Type-C1口 它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有华为的FCP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18W功率 华为SCP档位的 5V至10V的22W功率 三星AFC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24W QC3.0的5V 9V 12V 3.6V至12V 然后这一个是 PD3.0的100W PPS QC5 PD3.0点进去 它有五个档位 最高档位 20V 5A 100W PPS只有一个档位 3.3V至21V的5A 然后这一个 DCP和F2.4 两个基础功率 这个是它Type-C2口 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有华为的 FCP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18W功率 华为SCP的 5至10V的22W 三星AFC的 5V 9V 12V 最高功率 也是24W功率 QC3.0的 5V 9V 12V 3.6V-12V PD3.0 30W功率 PPS和QC4加 PD3.0 点进去 一共三个档位 最高档位 12V 2.5A的 30W功率 PPS的话 是5V至11V的 3A 然后DCP和 Apple 2.4 基础功率 这个是它 USB-ECO 它所支持的 协议的情况 融合快充 33W功率 点进去 我们看一下 有两个档位 5V至5.5V的3A 和5.5V至11V的3A 最高功率是 33W 融合快充 华为FCP的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 24W 这个USB-ECO的 FCP档位 它功率要高一点 然后SCP档位 5至12V的 23W功率 三星AFC的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 24W功率 QC 3.0的 5V 9V 12V 3.6至12V 然后这里有一个 DCP-SAM 和Apple 2.4 这个USB-ECO 有三个 基础功率的档位 可以涵盖 所有的蓝牙设备 和耳机啊 手环那些 都可以充电的 手机的 实际充电测试 我们先用 Vivo的S48 目前这个手机 是没有电的状态 直接采集它的 充电数据 这个Vivo的S48 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 充电曲线图 前面的充电部分 我们是用两个Type-C口 来测试 它没有启动快充功能 一直就四个 12W左右的功率 然后我们就 直接换到 USB-ECO 启动的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 24W 然后充到 90%的时候 就变成27W 然后再逐渐的 下降功率 这是一个典型的 融合快充的 一个曲线图啊 整个充电时间的话 也就是 一小时 零三分钟时间 就把这个电充满了 充满电以后 这个充电宝 还有60亿的电 然后这个充电宝的话 还有一个 小的曲线图展示 虽然很简单 但是这个功能的话 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这部手机是荣耀100 目前这个手机 电量还有20% 我们也来采集一下 它的充电数据 这个荣耀100手机 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 充电曲线图 它整个功率 都只有17W左右 前面这些波动 都是我在测试 这个充电口 C1口 C2口 我轮环的插着试 前面就是17W的功率 后面就是12W的功率 一直充电 充到100的电 大概花了1小时15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也算是可以的 它两个充电口 都是单PPS的档位 所以说对这些 大功率的PPS的手机 它兼容不是很好 希望后续厂家的话 可以优化一下这个问题 充完这个荣耀100 这个充电宝 还有37%的电量 我们现在就是拿 这个苹果13来给它充电 目前这个苹果13 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苹果手机 已经充到89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基础功率 大概就是七八瓦的功率 充了两分钟 然后开机 涨到四五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六分钟左右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下降到11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12分钟左右 然后又降到8瓦左右的功率 又充了几分钟 然后就充到80% 从没有电 充到80% 一共用了52分钟 正常的一个速度 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 然后这个充电宝还有18%的电量 这最后18个电 我们又拿来一部手机 这个是OPPO的Reno11 现在还有6%的电量 我们来看看这个18个电 能给这个Reno11 充进去多少个电量 现在这个充电宝已经没有电了 手机的话已经充到70个电 也就是说充了64个电进去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曲线图 一直都是12瓦左右的功率 然后降到9瓦左右的功率 充电时间一个小时 估计是最后十几个电的话 它启动不了快充 这个6年的130瓦充电宝 经过四个手机的充电 S48是5000毫安的电池 荣耀100也是5000毫安的电池 然后苹果13的话 大概就是2900毫安的电池 最后一个Reno11 它也是5000毫安的电池 然后我们这四次充电 采集到的 它放出来的能量值 加起来是64.4 然后除以官方的额定的72的能量值 我们换算一下 它的转换效率可以到89% 按照我们充进去的电量 77的瓦时的能量值来算的话 它也有83%的转换效率 就证明这一个绿年的130瓦的 能量派充电宝质量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看一看这个充电宝 它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然后就是再测试一下 它的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 文波输出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两个Type-C口 它同时输出的时候 是多少瓦的功率 分别拔插一下会不会断流的情况 Type-C口我们启动100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接上Type-C二口 Type-C一口不会出现断流的情况 Type-C二口的话就是PD30瓦的功率 真实功率28瓦 我们现在拔下Type-C二口 它也不会断流 插上去 顺利的启动PD30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拔掉Type-C一口 Type-C二口一样的不会断流 我们接上Type-C一口 一样的是不会断流的 两个加一起的总功率是130瓦 跟官方宣传的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看Type-C一口跟USB-A口 同时使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先启动Type-C一口的100瓦功率 真实功率的话就是96瓦 然后我们接上USB-A口 Type-C一口也是不会断流的 USB-A口就是10瓦的功率 如果是融合快充的话 这个功率可以走到30瓦左右 总功率也是130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Type-C二口跟USB-A口 一起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Type-C二口的大功率 PD30瓦的档位真实功率也是PD30瓦 我们再接上USB-A口 马上就要断连 然后重新分配功率 这边启动的也比较慢一点 变成5V3A是5瓦的功率 这边的话就是5V11瓦多的功率 总功率的话就是30瓦 就证明这一个C二口跟USB-A口 它是同一个电路 也就是说这两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 它是走的5V的基础功率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 它这三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同样我们先插上Type-C一口 启动它的100瓦功率 然后我们再接上Type-C二口 Type-C一口是不会断流的 Type-C二口的话就是30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再接上USB-A口 接上去 Type-C二口马上就断连 重新分配功率 变成5V的基础功率 Type-C一口是不会变的 充电宝上面同样是有功率显示 这一个界面是功率显示 而且显示的还是比较准的 99瓦 17瓦 11瓦 总功率130瓦 按一下功能键 马上就会变成电流输出曲线的模式 显示屏它设置的不是很亮 就是为了节约电量 这个曲线显示也是绿联比较创新的一个设计 也是这一个充电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 三个充电口同时输出 总功率130瓦 我们现在要做个测试 测试这个能量派的130瓦充电宝 五个功率档位 它的闻波输出的情况 现在是5V 3A 15瓦的功率 它的闻波输出 我们看一下 试波器 40截屏 我们是以视频的方式来展现 最高纹波28.9毫浮 9V 3A 27瓦的功率 我们看一下纹波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7.8毫浮 12V 3A 36瓦的功率 纹波最高的时候 28.9毫浮 这个纹波表现非常不错 15V 3A 4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2.8毫浮 20V 3.25A 到了一个中功率 65瓦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5.3毫浮 20V 5A 100瓦最高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是87.9毫浮 也就是88毫浮吧 非常不错的一个纹波表现啊 这比上一次那个 绿年145的那一个充电宝 好很多了 有进步 就是咱们最希望看到的 对不对 这个能量派 130瓦充电宝 经过一轮测试下来 充电宝最关键的 能量转换效率 都在85左右 就可以证明 这个充电宝质量 是非常不错了 满电充 三部半 主流的手机 是没有问题的 不断联的技术 也有了 文波控制 在90毫浮以内 非常的不错 这一次这个能量派 质量 确实是比上一次的 一个好很多 喜欢的朋友 入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铁点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 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我这个频道的 加油和鼓励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开机机器人 关机机器人 更多的 这种动画 等待着大家去发现 我们下期视频